电影还没有开演 市议员邱峰瑶就先发给每位民众饮料及乖乖 让大家等一下可以一面喝着饮料吃着乖乖 一面再观赏强倒好片 而这也是新北市议员邱峰瑶服务处 及新时波有线电视再度合作 所推出的社区亲子活动 看到现场很多大小朋友 特别带着家人来欢度一个夏天的一个周末的夜晚 我们这一次特别选定了四片的精彩的动画影片 那下周也在我们鸡醉国中 还有秀山国小有另外还有两场的电影欣赏 也欢迎我们所有观众朋友 在周六的晚上七点钟带着小朋友 我们在休安区跟我们原餐区相会 一些地方社区的服务 发电影欣赏 包括有一些所谓的拼斗的游戏 我们都走入社区走入基层 那当然一个企业的话 当然我们也希望能够在这个地方服务的话 也能够回馈 这是我们本着一个企业回馈的一个精神 那也希望我们所有的员工的话 都能够走出来跟地方接触 主份单位还发给大家美人一只大扇子 互动过程为活动带来了热闹的气氛 而当天所放映的电影是脑筋急转弯的趣味动画片 紧接着星光电影院23号周末当天 会在休安区的秀山国小举办 所放映的电影是动物方城市 届时也欢迎民众前往观赏 中下新闻杨昭卢秀娟综合参谋道